索将穷奇一生 造了四个巨型保险箱 然后挑了个破解系数最高的 把自己关进去 本以为这样就能引出开锁天才 不料 他的记忆早已登峰造极 人们想救他出来 却发现根本办不到 最终 他成了索将的坟墓 连同遗体一起沉入深海 而他所等的人 却在百年后的惊天出现 男人名叫阿泰 是家银行的小职员 每天做着最底层的工作 可人们不知道的是 他其实还有着另一个身份 那就是保险箱破解大师 解开一个高难度的索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高手 却一直无人问津 直到那一天的到来 有人给他寄了封匿名邮件 邀请他试试伸手 本以为只是个恶作剧 可阿泰深思过后 还是决定前去探个究竟 他按照邮件来到指定地点 在对了暗号后 保镖将他带到最里面 这里聚集的 无意不是各个城市顶尖的开锁大师 可唯独阿泰却满脸疑惑 起初还以为是正儿八经的会面 结果却被迫参加了一场开锁比赛 还没等他搞清楚状况 场上就有人成功开锁 随即是第二轮 第三轮 眼看只剩最后一个名额 阿泰这才开始动手 只见他把手放在密码盘上 轻轻转动几圈 最后一个名额成功拿下 第二轮虽说难度增加 但对阿泰来说 还是不成问题 这次长毛男依旧是第一个开锁成功 在他之后的则是阿泰 他们因此进入了最后一轮 然而这一次 破解的难度 显然比先前的高出了好几个等级 就连信心满满的长毛男 都掏出了专用仪器 可阿泰依旧一脸从容 甚至还跟一旁的对手聊天 直到时间仅剩30秒 他才开始认真 随着密码盘的转动 内部的轮盘被精准扣住 一个 两个 最终阿泰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目 而更让人震惊的是 整个破解过程 他竟用事不到10秒 这时 人群中一个清新脱俗的女人吸引了他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女人即将改变他的一生 第二天一早 他如往常一样 去咖啡店买早餐 但却在这碰见了昨天的卷发妹 两人随即找了个地坐下 可刚一坐下 卷发妹就掏出了几样东西 但这些东西全部是他带来的 而是他刚从店里人身上偷来的 原来他叫德温 是一个被全球通缉的珠宝大盗 隶属于一个从事国际抢劫团伙 接触阿泰的目的 主要是想邀请他入伙 先前的匿名邮件跟开锁比赛 也都是他安排的 目的就是为了测试他的能耐 显然结果他十分满意 本想着死也不能躺着他浑水 可抢劫团伙接下来的目标 却让阿泰心动不如 因为他们盯上了老所将的四大传奇 除了沉入深海的内容 其余三个至今还在为世界银行服务 但服务期限也仅剩最后四天 一旦到达期限 所有保险箱将会被销毁 换句话说 抢劫团伙需要在四天的时间 完成三次国际抢劫 同时 这也是阿泰接触传奇的最后机会 葛温并没强求 而是留下了地址 给了阿泰时间考虑 经过一晚上的考虑 最终阿泰决定加入 很快 他便根据地址来到葛温的基地 而其他的成员也逐一出现 有负责行动后勤的黑客妹 接应司机大胡子 还有武力担当兼领队的葛温 在确认了重要的信息和作战计划后 众人才开始行动 第一站是位于巴黎的一家小银行 但由于是第一次阿泰表现的异常紧张 可为了自己的目的 他只能硬着头皮上 他假装路人进入银行借用厕所 帮忙开门的期间 成功顺走保安钥匙 进入后又来到柜台前 声称要处放贵重物品 以此支开银行经理 这时轮到黑客妹出场 他来到柜台 一个劲说着外语 听不懂外语的男人 只能叫来经理 果然如调查的那样 全银行就只有经理懂得外语 见经理被支开 葛温又溜出来接应阿泰 两人乘着电梯来到了金库 而出现在他们眼前了 他终于来到传奇面前 为了缓解内心的激动 阿泰挑了手音乐 接着脱去外套 紧贴着保险箱 轻轻转动着密码盘 同时保险箱的内部 也在快速变化 所有的动静都没能 逃过阿泰的聆听 肆意多种的密码组合 他竟用试不到一分钟 就成功破解 随即两人装满钞票 而后假装若无其事 相继离开银行 神不知鬼不觉完成了第一票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警察已经盯上了他们 并且认出了葛温跟统哥 还从被盗的保险箱推测出 他们的目标 应该是老所将的传奇保险箱 与此同时 阿泰几人已经回到了基地 庆祝着第一票的成功 看着葛温飘逸优美的舞姿 阿泰再一次沉沦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已经对葛温产生了好感 但统哥跟他的关系 明显也不一般 见葛温离开 阿泰跟了上去 两人聊着彼此的过往 原来葛温是富家千金 虽说衣食无忧 但生活却很无趣 因此他才离家寻求刺激 相谈一番后 又聊起了接下来的计划 第二天 他们来到了布拉格 而这次的目标相比上次更加困难 周边还有警察在埋伏着 尽管如此 统哥他们依旧有伴 首先 由阿泰提着箱子 假装分行人员进入 来到检查处后 又掏出事先备好的假证件 验明身份 本以为会被识破 没想到却直接通过 原来刚刚识别信息时 是黑客妹黑入了系统 患感的信息 遇见需要钥匙打开的门 阿泰就用手 假装要是开门做作样子 然后黑客妹再帮忙打开 之后 葛温也如法刨置尽 两人最终在电梯里会合 突然 阿泰脑子抽筋 质问葛温 明明跟统哥是情侣 为什么还要吊着他 然而葛温却否认了跟统哥的关系 而他们的谈话 也被另一边的统哥听到 气得脸都绿了 这时 电梯门开了 一个保安猛的出现 葛温二话不说 直接上前开开 一招一式精准命名 两个保安硬是打破台一拨 开始破解保险箱 然而这时意外却发生了 监控室的保安 发现录像前后对不上 意识到有人黑入了系统 立即封锁了所有的电梯 同时警察也察觉到不对劲 开始介入 另一边 黑客妹同样将情况反馈 给了葛哥 见此 葛哥只能戴上面具 准备实施备用计划 他单枪匹马冲入银行 凭着自己高超的武艺 再配合麻醉枪 逐一放倒守卫 很快就控制住了全场 可奇怪的是 这么久过去了 依旧没见警察身影 原来警察找错银行了 原先在这的保险箱 早就被送到分行去 而阿泰这边 破解过程也出现了问题 原本的密码盘突然全部缩合 显然是触发了保护机制 一旦再错一次 保险箱就会撤死 现在情况越来越糟 监控室的保安也已经报警 再过不久 警察就会赶到现场 没办法 他只能调整心态 再次尝试 好在这一次 锁装成功卡路 密码盘再次弹击 他闭上双眼 接着尝试破解 可突然 阿泰整个人僵住了 密码盘又一次缩合 可温知道 他们失败了 不料下一秒 阿泰竟上前拉开了保险箱 成堆的钞票出现在眼前 两人兴奋欢呼着 激动地抱在一起 正当他们要更进一步时 孔哥却传来消息 让他们赶紧撤退 两人迅速装满钞票 然后混入人群冲出 本以为能顺利逃脱 可让阿泰没想到的是 孔哥竟在最后一刻抛弃了他 而更要命的是 警察还在这时追了上来 见此 阿泰只能转身逃命 他在路边抢了一辆自行车 听尽全力猛踩踏板 尽管如此 警察还是轻松追上 没办法 他只能顺着一旁的楼梯往下冲 最终他来到了铁道旁 在奋力前冲后 终于跳上了火车 可他并没有因逃脱成功而开心 反而对抛弃他的同伴 感到无比失望 没想到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换来的却是背叛 之后 阿泰落寞地回到家里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葛温跟黑客妹竟在这等着他 两人一个进道歉着 并且表示已经跟统哥分道扬镳了 原来就在他们分开后 葛温就因阿泰的事 跟统哥起了争执 对于抛下同伴的统哥 他同样感到失望 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理念不同 统哥他们抢劫只是为了钱 可葛温不是 他跟阿泰一样 都是为了解开老所将的传奇保险箱 大吵过后 葛温脱离了队伍 可他前脚刚走 黑客妹竟也跟着下车 还表示不想成为下一个被抛弃 于是 两人决定去找阿泰 准备跟他组队 联手拿下第三个传奇保险箱 在他们诉说下 阿泰最终还是心动 这次的目标 是一家规模极大的赌场 保险箱将会在八小时后运走消负 所以 他们计划在凌晨五点换班时动手 可遗憾的是 他们的通话频道早被警方破解 计划也因此泄露 而警察在得知后 迅速赶到赌场 打算在这埋伏一手 但让警长感到疑惑的是 赌场经理竟声称警方已经通知过 为了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 他们已将运输时间提前了一个半小时 这时警长才反应过来 他们上当 原来在八小时前 黑客妹就假装警察 给赌场打电话 告诉他们保险箱被人盯上 见此 赌场只能通知银行 把运输时间提前 而警察所得知的计划 也是黑客妹故意放逐 与此同时 葛温泽混入了运输车 趁司机不注意 迅速出手解决了他们 之后跟阿泰抵达赌场 神不知鬼不觉地运走了保险箱 阿泰知道 警察很快就会发现 所以只能在车上完成破解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统哥也在这附近 而更糟糕的是 还通过定位发现了他们的位置 同样的 黑客妹也在这时发现了统哥 想上去拖延时间 不料却晚了一步 还因此被警察打了个阵子 为了逮捕其余人 警察居然用他的弟弟威胁他 无奈之下 他只能将位置告诉警察 不过却是统哥的位置 另一边 阿泰解锁正到关键时候 可一个突如其来的急转弯 却使得最后一个锁装天灵 气得阿泰猛锤了几下 没想到这一锤 竟奇迹般扣上 这一刻 两人彻底欢呼 但就在他们刚打算拿钱走人时 统哥跟大胡子却出现了 本想着就此一枪解决阿泰 不料枪早就被葛温掉包了 还反被葛温拿枪指着 瞬间落入了下风 见此 两人只能投降 等警察赶到后 现场已没了阿泰两人的身影 有的只是被绑在车上的统哥两人 与此同时 阿泰两人来到了码头 想乘着游艇逃离着 可突然 身后传来的声音 却让他们心如死灰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警察竟在这时打到 葛温立即掏枪 他心里十分清楚 今天无论如何是逃不掉 于是 向警长提了的条件 只要他能放走阿泰 自己就会乖乖跟他回去 不然大家就与死往破 深思过后 警长还是答应 毕竟他不是真正的犯罪分子 在葛温的再三劝说下 阿泰只能悲伤离开 看着事先备好的护照跟机票 他回想着于葛温的点点滴滴 他坚信 总有一天 一定会再次与葛温相见 故事并没有因此结束 反而刚刚开始 三个月后 有两个人找上了阿泰 他们想请阿泰破解一个保险箱 而要破解的 则是四大传奇中的最后一个 诸神的黄昏 这绝对是近年来 我看过最生猛的二级丧尸电影 片中不仅有凶残如性的丧尸白虎 还有那威风凛凛 身骑丧尸战马的丧尸皇帝 和面目猙獰的丧尸皇后 但你敢相信 这部超级丧尸爽片 居然出自扎克斯奈德之手 他曾指导过DC的正义联盟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这部活死人军团 故事一开始 在一条笔直的公路上 一支全副武装小队 正在运送一个神秘的集装箱 没人知道这里面到底装着什么 就连运送车上的两名士兵 不由都对他产生无比好奇 他们猜测集装箱里装的 可能是核武器或者是外星人 两人越聊越来近 似乎都忘记了他们正在开车 结果下一秒 对面一辆小车朝他静止撞来 此时那个神秘的集装箱 也散落在了马路上 士兵们上前小心翼翼查看 原来集装箱里装的是一只超级丧尸 偷偷告诉你们 评论区打出这个贪手的表情 你将会获得一个爱的包包 这名士兵还没来得及反应 便当场领了河饭 士王的行动速度极快 不到一会整支武装小队全军覆没 而那些被咬的人全部变异 成为了士王的小弟 此时在他们前方的繁华都市 正是远近闻名的拉斯维加斯 里面的人正玩得不亦乐乎 殊不知即将大难临头 大片丧尸涌了进来 一时间大街小巷上全是丧尸 整座城市一夜间全部沦陷 第二天 军方派人前来支援 但此时整座城里密密麻麻全是丧尸 这无疑等于再给他们加餐 眼看事态已经发展到了无法控制的局面 政府决定封城 用集装箱组成高墙 将这些丧尸隔离起来 并打算在四天后投放核弹 彻底消灭全部丧尸 此时在一家汉堡店里 从银河护卫队里退休下来的毁灭者 拿上餐具在这干起了大厨 直到这天 一个日本富商找上了他 原来富商有两亿美金 放在尸城的一家赌场里 他想让大壮组建一支小队取出那笔钱 事后他会拿出5000万作为报酬 在高额资金的诱惑下 最终大壮还是答应了 他深知赌城里异常凶险 于是他开始组建自己的队友 他第一个找到了修车行里的大美 他们曾是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 然后是肌肉猛男大黑 飞行员厉姐 以及直播达人黄毛哥和开锁匠卷毛弟 小队集结完毕后 富商向他们说出了此次计划 想要进城他们必须尽快杀出一条血路 对于他们这群身经百战的硬汉来说 自然不是问题 然后他们得恢复赌城里的电力系统 接着再让开锁匠卷毛弟打开金库大门 最后再由飞行员厉姐带他们撤离 为了保险起见 富商还让保安队长老马加入队伍 然而眼下有个最大的问题 要想进入赌城就必须先经过隔离区 隔离区有士兵把守 不是随便就能进的 刚好大壮的女儿小美 就在隔离区做自愿者 于是大壮找上小美 她希望女儿能帮忙 第二天在小美的帮助下 一行人顺利地进入了隔离区 小美还为他们引荐了一位酷妹胶狼 有她带路事半功倍 因为她比任何人都了解赌城里的丧失 然而这时 小美发现她的好朋友小丽不见了 原来昨晚小丽偷偷溜进赌城 打算在赌场里弄点钱 但进去的人基本上都是九死一生 小美圣母心爆发不顾父亲大壮反对 坚决要进赌城救出好友 没办法 大壮最终还是同意了小美的请求 出发前 胶狼还临时加入了胡子哥 等一切准备就绪后 胶狼推开了通往堵城的大门 只见随处都堆满了尸体 黄毛哥还不忘来张字拍发个朋友圈 一行人还没走几步 就听见了阵阵嘶吼声 众人赶紧躲起来藏好 只见一只霸气侧露的丧失老虎出现了 巡视一番过后 好在并未发现 丧失虎转身便离开了 这时胶狼突然一枪打中胡子哥大腿 众人都被他整懵了 胶狼告诉他们 说这是一场交易 原来这里有一种被称为阿尔法的丧失 他们不但懂得思考 行动能力更加迅速 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丧失王国 其中最厉害的就是丧失皇帝 也就是一开始集装箱里的那只 现在只要献上祭品已是臣服 这里的阿尔法丧失就不会找他们麻烦 话音刚落 不远处再次传来一阵嘶吼声 众人赶紧躲了起来 眼前出现的正是阿尔法丧失 这只面目争鸣的更不简单 他就是事后 奇怪的是 丧失并没有当场吃掉胡子哥 而是将他拖走了 面对他们送上的祭品 事后欣然地接受了 这也意味着他们在这里 只要不要搞出太大动静 丧失就不会主动攻击他们 而倒霉的胡子哥 也被拖到了丧失大本营里 随着一声嘶吼 丧失皇帝出现了 美国丧失病毒爆发 曾经最繁华的阿斯维加斯 此时已经是一片狼藉 整座城市已经沦陷 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丧失 在这群丧失之中 还有一只更为厉害的丧失皇帝 他不但拥有超强的思维能力 同时战斗力更加爆表 一个倒霉的男人被拖进了失群之中 这时丧失皇帝霸气登场 他先是来到失后面前 与他甜蜜一番 然后蹲下来听了听失后的肚子 接着举臂高呼 原来是失后怀孕了 这行为举止简直和人类一模一样 胡子哥简直不敢相信 接着他被带到失王面前 他吓得连连求饶 然而失王朝着他手臂 直接就是一口 随后将胡子哥丢进坑里 丧失小弟们一拥而上饱餐了一顿 另一边 大壮小队继续朝金库那边赶去 当他们进入赌城里面后 发现楼道里密密麻麻全是丧失 看样子 这些丧失似乎睡着了 蛟狼连忙告诉众人 千万不能将强光照射在他们身上 原来这些丧失处于冬眠状态 于是大壮走在最前面开路 并用荧光棒作为路标 小队的人跟在后面缓缓跟上 谁知这时 保安队长老马突然使坏 他将荧光棒丢到另一边的丧失群里 这也导致跟在最后的黄毛哥助手花姐偏离了路线 花姐的背包不慎触碰到了身后的丧失 这下完蛋 丧失被吵醒了 好在花姐反应过快一刀将其解决 这时旁边的丧失又苏醒了 花姐只能再次又一刀 随后他小心翼翼放下尸体 可谁想其中一个尸体在倒地时 却意外碰翻了餐盘 巨大的响声 瞬间就惊醒了沉睡的丧失 一时间越来越多的丧失朝花姐围了上来 好在花姐平时没少玩吃鸡游戏 火力全开十分勇猛 但奈何丧失事在太多 最终花姐也领了盒饭 此时大壮他们已经成功进入了存放金库的赌场 可进去后 大壮发现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 他发现有好几拨人在他们之前就来过这里 看来那个日本富商肯定对他们隐瞒了什么 但既然来了 就还得将事情继续做完 接着他们开始分头行动 飞行员立姐去顶楼启动直升机 老马和蛟狼负责外面的安全 大壮妇女两人则是负责恢复整座大楼的电力系统 其他人则是去开启保险库拿钱 与此同时 外面的蛟狼二人发现有两只丧失正朝他们逐渐靠近 其中一只还是丧失皇后 危机时刻 老马射出一枪抓住了尸后 丧失小弟见状 快速冲向老马将他按倒 好在被蛟狼一枪击毙 老马也是个狠人 他拿出钢丝 静硬生生想要割下尸后头颅 事后临死前发出痛苦的哀嚎声 声音一下便传到了尸王这边 另一边 开锁将卷毛地他们忽然响起 那个日本富商曾经告诉他们 在金库前有一些不致命的机关 为了破除机关 他们抓来一只丧尸做实验 但这哪里是不致命啊 丧尸都被打得千疮百孔 就在众人以为机关都被破除了十 结果下一秒 众人还没打开金库 就在大厅电视上看到一个坏消息 原本政府打算在四天后投放炸弹销毁这里 但是现在却提前了 他们现在只剩下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好在最终他们在卷毛地的帮助下 成功打开了金库大门 看着堆积成山的美金 众人都乐坏了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更大的危险即将来临 外面的丧尸皇帝找到了惨死的侍候 他悲痛欲绝 他将事后抱回了酒店 并将双手插进事后的肚里 从里面取出一只还未发育完全的婴儿 杀气之仇 夺子之恨 丧尸皇帝愤怒到了极点 很明显他不是一只单纯的丧尸 他同时拥有人类的情感 一时间无数的丧尸倾巢而出 此刻失亡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带领他的丧尸大军 为妻儿报仇血恨 这是丧尸中的王者 丧尸皇帝 他身骑战马 手持戾气 他不仅战斗力爆表 同时智商极高 还拥有人类的思维 就连他的爱宠 都是一只威武的丧尸老虎 无数的丧尸倾巢而出 全部都得听从他的指挥 丧尸大军同时都涌进一座大楼 此时大楼里的人 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他们按下电梯准备撤离 可电梯门一开 一只丧尸直接冲上来 当场扭断了大美脖子 大壮愣是呆住了 缓过神来后 他赶紧化身迎合护卫队中的毁灭者 与这群丧尸展开一番厮杀 其中一只丧尸可不一般 他反应速度极快 大壮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好在队友及时赶到 娇王赶紧拽走了失魂落魄的大壮 大黑和卷毛弟为了拿钱 结果被丧尸大军堵住了出口 这时丧尸皇帝也霸气登场 大黑二人赶紧开枪 然而这对头戴防护罩的 狮王丝毫没用 大黑索性与狮王直接单挑 结果不到一回合就败下阵来 这力量简直相差太大 就算身强体壮的大黑 在他面前就跟蝼蚁一样 大黑被打得再也站不起来 狮王一把死死掐住他的脖子 危机时刻 卷毛弟及时出现救下大黑 他将大黑推进金库里 并赶紧关上大门 而他注定也难逃一死 另一边 保安队长老马跑在最前面开路 却突然封锁了通道 原来日本富商让他们来这里 根本不是为了拿钱 而是为了将事后的头颅带回去研究 想要控制打造出更多拥有思考力的丧尸 现在丧尸已经得手 他自然要将其他人杀人灭口 老马拎包跑到了外面 他打开背包查看 却发现头颅早已被掉包 就在他骂娘之际 丧尸虎出现在他身后 这下他自知在劫难逃 干脆闭上了双眼 丧尸虎一脚将他狠狠踹飞树尸 接着将他当成老鼠好好戏耍了一番 玩够的丧尸虎最终将他饱餐了一顿 另一边一行人赶紧往楼顶赶去 却不幸在大厅遭遇了大批丧尸 在逃跑过程中 黄毛哥不慎被丧尸扑倒 最终黄毛哥被咬 在临死前他拉开一身炸弹 选择与丧尸同归于尽 这也为大壮他们争取了足够逃跑的时间 终于大壮他们赶到了楼顶 但这时后面的尸王也追了上来 蛟狼赶紧拿出尸后头颅 要挟尸王不要靠近 并让大壮赶紧掀上直升机 最终直升机终于起飞 就在这时尸王甩出一根钢管 将蛟狼定在了墙上 大壮指挥力姐将直升机停在了酒店楼上 而酒店里的小美 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好友小弟 谢天谢地 这户居然还没死 看来很有可能尸王将他当作培育后代的母体 所以并未杀他 就在他们准备撤离之时 丧尸皇帝带着一群丧尸小弟堵在了他们面前 好在大壮及时赶到 发射出一发炮弹 暂时抵挡住了攻击 他们赶紧跑到楼顶 并成功登上了直升机 就当众人都以为已经安全了之时 结果下一秒 大壮与尸王扭打在一起 一番打斗过后 大壮成功干掉了丧尸皇帝 但他也被咬伤 这是一颗炮弹在他们身后落下 接着传出巨大的爆炸声 强大的冲击波也让直升机失去了控制 重重砸在了地面上 等小美再次醒来时 发现直升机里的人都死了 而他的父亲大壮 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被尸王锁伤了他 也即将发生变异 小美只能含泪亲手杀死了他的父亲 在一片废墟中 大黑从里面爬了出来 原来他在金库里侥幸躲过一劫 还拿到了一大笔钱 有了钱的大黑直接大手一挥 包下一座四人飞机 在飞机上 大黑突然感觉头有些发晕 他赶紧来到卫生间 果然大事不妙 他的手臂被丧尸咬了 这时广播突然响起 Z机即将抵达墨西哥 看来一场世纪大灾难即将到来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 欢迎订阅我们 这一哥讲故事 按赞 分享 打开小铃铛 想看什么电影 或者动漫的解说 欢迎评论留言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见